大家好 我是透刀 大家好 我是透刀 现在我们回到土豆工作室了 说今天这个单元是好久不见的绑线主教学 我们频道的第二支影片就是教大家如何绑制重标 虽然说那部影片我觉得 如果你是平常都在使用 掉虾肠工干的人 我觉得这个教学影片 你不妨也可以看一下 因为绑制自己的线组 一条线的成本不到二三十块 而且你买的材料后 你想要绑多少条 多长多短都可以 那今天我们要绑制 机长座线组的材料有 P线 太空豆 凸型迷你浮标座 0.5号 快速别针SS 布线简 7号浮标 然后今天为了绑制长短钩线组 我入手了一只三七调的杆子 这一只 子龙 这只杆子 你们要找 我觉得应该也不好找了啦 因为这是我在特价 初心瓶砖去找到的 副起红皮道成本已经 揭去到成本初心瓶了 但说它这种三七调杆子 這次對我來說 很適合拿來玩長短勾 這次桿子的唯一是使用傳統的萬轉 在做掉之前 我們要先打個小結 像這樣 既然桿子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來綁母線吧 首先我們先綁個桿頭結 抓住一條PE線 將它對折 抱歉啦各位 我剛剛在剪片的時候我才發現 母片在綁線組的時候 似乎沒有拍得很清楚 所以我現在拿粗一點線 我們再拍一次 到這邊我必須說一下 我用的這個是中國的四股PE線 其實你掉下來用這種PE線就還不錯了啦 如果用太好的話也只是 我們取出一條PE線 然後拉出適當的距離 將它對折 對折 這時候抓住對折處 還有另外一隻手抓 我們對折線的中間 這樣轉成一圈 再將對折的線頭 繞過這個大圈圈 繞兩圈 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結拉緊 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結拉緊 步驟了 至於這個後面這邊 製線 直接把它剪掉就好 這樣0.5公分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回去綁線組的畫面吧 好 之後再上一顆符合母線大小的擋痘 這樣就完成乾頭結了 好這個時候我們乾頭結就可以綁到乾子上面了 然後開始量長度 像我這隻乾子全長是七尺 那我只要縮一截它就會變成六尺乾了 這個時候母線的長度 只要量到跟乾子是切齊的長度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就量好母線的長度囉 這時候我線組綁法 我會先上兩顆擋痘 然後再加上兩顆機長座 各位你們挑選機長座的大小吧 如果是玩長短夠的話 通常0.5到0.7就很夠了 不過實際大小 你要去看你浮標標位到底多出 如果我不懂 你請老闆幫你挑 最後再上兩顆擋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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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我們再清楚一點的示範影片 我們拿個線頭穿越快別SS 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方向 又漏三次 這樣才會形成兩個圈圈 那這時候兩個圈圈呢 我們再抓個線頭 穿越這個圈圈 三圈 最後抓著母線跟線頭 拉緊 再把字線剪掉 好啦各位線主綁好了 我們現在就上浮標還有鉤子 浮標的話我今天是買了一個7號浮標 還有釣具行都買得到的蝦溝了 首先先上浮標 按下浮標 至於這種世面上常見的O型環蝦溝 我們要抓住快別SS穿過O型環之後 然後順著它勾勾的反方向勾一下就進去了 那我們的釣竿跟線竹都準備好了 我們前往釣蝦場做釣吧 Let's go 大家好 我是偷刀 我現在來到了細紙的能量石的釣蝦場 沒錯這邊是我的主場了吧 就想說我們今天既然要綁線竹 然後跟各位分享我用這個線竹如何釣蝦 那當然我們是選最熟悉的場子來做介紹 應該這樣子不過分吧 那等等我們進去準備一下釣竹開始做釣囉 通常玩長短勾只要準備勾子還有水深棒這兩樣裝備就夠了 然後水深棒呢可以買這種比較便宜的 45元就很好用了 那今天這個釣蝦場啊 它這邊是必須先開單才可以量水深 那等一下我們開完單之後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是怎麼量水深的嗎 謝謝 謝謝 OK好各位我已經開好我綜合池兩個小時了啦 然後他這邊開單的話 他會送你15分鐘讓你量水深 那我們就用這些時間好好來講一下 我如何量水深的嗎 好給各位看一下 通常我量水深啊 是量長短勾的上勾 通常我會量我前面會掉到的點 然後去取最深的一個點 讓長短勾的上勾 飄0.5公分而已 所以你可以藉由說給予他拉力 還有說讓他自然沉下去的模樣 自己去抓到水深的平衡點 接下來就可以勾耳做掉囉 我的釣法就是 水深良好勾玩耳 就丟下去讓他自己飄了 诶 伏標好像沉下去了 唉呦沉下去了 那我們直接把幹頭拉到伏標上面開槍就好了 那我們直接把幹頭拉到伏標上面開槍就好了 就這樣 大公蝦耶 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絕對不要讓他遊走 唉呦 可以喔大公 嗚嗚嗚嗚 哇 欸各位 有看到嗎 第一隻蝦就大公蝦欸 第一隻就正吃了 很可以捏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 多準備一副鉤子放在旁邊 如果等等真的大咬的時候 這樣才來得及解一下啊 哇沉下去了 急速沉下去 那我們直接開槍吧 嗚嗚有 安安孩子 蓋起來的 好像雙溝 光折光折 雙溝 哇 哇 欸各位 我覺得可以欸 雙溝欸 然後這家釣蝦場 我們他一次釣了兩隻蝦 我們可以去換飲料 我們去拿一罐嗎 哇 長短膏 雙鉤 好舒服喔 各位啊 像是現在如果大咬的話 我剛有去拿了一個水桶啊 這時候就派上用場了 欸 浮標好像又有訊號咧 沉下去了 欸 等等 等等 我們先把子彈準備好 害怕 還有一隻 嗯 油 嗯嗯 安安 嗚 呵呵 各位 大有了 這隻也是正吃的欸 喔 感覺這個浮標要沉不沉的欸 那我們直接開槍好了嗎 安安孩子 安安孩子 嗚 來吧 唉唷 這時候我們就簡單一點 整個橘色不見 你就直接開槍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 開槍後放槍也是 不要灰心啦 因為釣蝦就是個休閒啦 好玩就好 我覺得怪怪的 我們拖位下釣組看看吧 欸 沉下去了欸 來吧 孩子 嗚咻 有 欸 沉下去了欸 來吧 孩子 嗚咻 有 有 哎呦 大蝦大蝦 哦 Shit 哦 各位 這是一隻大公 哦 哇 啊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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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體型 OK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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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 那我們來節算一下 今天釣兩個小時 特價500元的綜合蝦食 有幾隻蝦嗎 1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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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可以 15 20 我們今天釣兩個小時有20隻蝦 那今天用台金來算一下有多重吧 有1斤092 差不多1斤半啦 我覺得今天這樣子500元 在汽子這裡 很OK 不過等一下 我們把這些蝦子拿去料理料理 順便點一些熱草來吃吧 1 OK啦各位 我剛剛把蝦子處理好了 然後今天除了烤蝦之外 我還有點的九層塔蛋 跟草麵 然後這些蝦子 我已經全部都去餵囊了啦 那我們就直接烤起來吧 釣完蝦 你還可以用它這邊附的炭火 在桌上烤蝦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票玩到底的概念 炭火烤蝦它會有一種特殊的炭火箱 那我們開動吧 哦 久久沒有吃這邊的炒麵 它現在口味變得好一點耶 雖然說它這邊熱草的價格 炒麵80 這盤蛋料130 但整體來說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釣蝦場它最主要賺錢的東西 不會是釣蝦 而是它的這些熱草還有酒水飲料 但是我不能輸出 噢噢噢噢噢噢 噢 這種體系都可以吃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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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再处理,再处理 整個蝦頭裡面都是炭火香 好棒 好燙燙燙的蝦子 還有別忘了我剛剛有拿了醬油芥末 感覺是個完美比例 好燙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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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點的芥末配上醬油完美 好燙燙 這真的是蠻大隻的 蝦頭比身體粗更多更多 吃起來吧 來吧 孩子 你們看一下肥厚的蝦頭 Mod ov Heather 他就是蝦頭的味道 浓郁到你会吃下去倒吸一口气 非常的浓啊 当然 他不能欠缺芥末酱油好朋友 大公虾的虾头绝对不要浪贵 完美 让我们来说说今天自己绑机场做县主来人量食吊虾的想法吧 今天会带大家来这边一起吊发的综合池 是因为汐纸这边总共有三间吊虾厂 然后现在是2月1号啦 这家吊虾厂外面的那家吊虾厂可能会被拆迁 不过他这边综合池的价格如果是平常开单是两个小时六百元 但是他在这边晚上会有一个优惠时段就是说 六到七点之间开单你可以折一百元 所以吊两个小时折五百元 至于耳后啊如果各位喜欢我这类的教学影片 请你们按个赞在底下留言 如果留言数有超过一百折的话 也许我们就可以拍下一集的教学 就可以将我到处旅游吊虾的一些心得 透过影片跟各位分享 那这些东西等一下我会把它吃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喔 我们下个影片见罗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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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